女排脸丢9分后惨败,郎平束手无策,央视解说直言全乱套了。 北京时间6月7日晚,世界女排国家联赛继续进行,中国女排0比3遭美国女排横扫,此意,中国女排在第三局一度20比16领先,但却脸丢9分输球。 在场边,郎平对于这样的崩盘也是束手无策。央视解说也惊呆了,直言女排不会打球了。 前两局,中国女排被牢牢压制,但是第三局,中国队一直占据主动,打到20比16时, 中国女排已经有了4分优势,看上去胜利再忘了。 但没想到,美国队突然写了势头开始追分,中国队还领先时,郎平喊了暂停,但却没有止住中国女排的颓势。 最终,美国女排一局连得9分,本来16比20落后,最终25比20赢了。 而郎平在美国队的最后一波进攻中也没有喊暂停,落寞地看着中国女排0比3完败。 央视解说则直言,女排最后时刻完全乱了,这是不成熟的表现,中国女排还需要勤学苦练,配合不默契啊,一攻不下球。 而美国队反击速度快。 中国队关键时刻没有自我调整,完全乱套了,这样的表现非一作思,中国女排突然不会打球了。 毫无疑问,中国女排虽然有朱婷,但阵容还是有短板,即便有强如朱婷这样的当今女排第一人,也无门为力。 此前,朗导说我们现在只是第六名水平,这是客观现实。 现在,只能希望曾春蕾和张长宁回来,能使国家对面貌能改观一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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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